那个时候啊 英国的领事馆 离这个学校不远 领事馆里的月读室 那个月兰史啊 也是可以进的 一般呢 只有三四个读者 而且呢 月兰史的那些人啊 特别的殷勤 还会给你倒一杯茶 1939年的秋天啊 就在和赵五离开贵阳的前两天 希特勒 进攻了波兰 二战开始了 英国领事馆里边啊 有各种的英文的报纸杂志 当时呢 他们对这个战局啊 都特别的关心 所以呢 经常的跑过去翻看 有一份呢 叫London Illustrate News 就是伦敦画报 就是专门报道这些战局的 而且有很多的照片 1940年6月的时候 法国投降了 希特勒占领了巴黎 戴高乐跑到英国 继续打仗啊 叫什么自由法国 呃 日本呀 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 而不是像那个伊斯大战那样啊 专门打这个豪欠的这种呃 战壕 挖个深坑 呃 拥有的机关枪把守的敌人就过不来了 二战时候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使用坦克了 所以可以到处跑 那打的就是运动战 德国呀 打败法国 以后 有一个海事计划 当时呢 是准备过海去打英国的 先开始就是大规模的轰炸啊 每天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 那时候伦敦的居民啊 就经常都住在这个地铁地铁里边了 这些呢 都在这个伦敦画报上都有报道 又有照片 又有图画 当时英国啊 大概只有800架战斗机 数量上呢 远远的少于德国 可在当时啊 那是最先进的 比如有那个烹火式的 呃 Speed Fire 另外呢 有一种就叫飓风式的 性能都是非常优越的 而且英国啊 还有一种秘密武器 那就是雷达啊 在这个 大不列颠这个空中战役中 真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啊 德国终于没有能够度过海境 这些呢 都是何赵武从那个领事馆的 越南史里边看到的 一方面呢 是增加了他的实事知识 另外呢 也是不知觉的啊 就吸收了很多很多 这个现代报刊应用的那些英文词 另外啊 在联大的时候啊 何赵武还定了一份新华日报 那是唯一的一个共产党报纸 而是在国民党的控制区里边发行的 你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昆明啊 找的呢 都是那个十三四岁的那种小孩送报纸 可是后来呢 就给三清团给砸了 以后呢 这个报纸就收着了 当时啊 也有其他的同学定 何赵武呢 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啊 但是呢 一般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凡是当了权的 这个都喜欢啊 在那报纸上说的都是空话 什么这个 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谋福利之类的啊 所以啊 这个何赵武这帮人啊 他们都不爱看 也不相信 就想看看那个不同的省民 那时候国民党的官方报纸是谁 叫什么呢 叫中央日报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民日报 各个省政府啊 也有自己的报纸 你比如军方办的叫扫荡报 大公报在当时还算是比较中立的 当然了 解放后呢 我们说他是小骂大帮忙 就是小骂的国民党 大帮国民党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前几年 何赵武啊 在杂志上看见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这个旧的那个大公报啊 就是小骂共产党 大帮共产党 当然了 这是那个人写文章的 他的理解 那个时候大公报啊 讲的呢 是大公 就是公平的公 所以呢 这个大公报还经常的会指责国民党 对这个共产党呢 也同情 但是呢 他也会指责 刚一解放的时候啊 国民党共产党呢 都在抢这个轮险区 特别是东北 这时候呢 大公报呢 就发表过一个社论 叫可耻的长春之战 把这个国民党啊 共产党各打了五十大板 紧接着呢 新华日报就发表社论 叫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予以回敬 当然了 这些就 是后话了啊 何兆五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啊 真的特别差 尤其是教师 那就更艰苦了 以前那些名教授 比如冯友兰的什么的 在战前 那一个月的工资 就得有四五百大洋了 在你在北京 都可以买一套四合院了 战争爆发以后呢 那就是每况愈下 从前呢 都是用这个硬币 你比如是银元 上面有这个袁世凯 或者孙中山的头像 再比如呢 就是铜板 不过呢 都很麻烦 稍微多一点 就很重 很累赘 而且啊 特别糟 到了1935年 国民党政府呢 就请这个英国的一个专家啊 叫那个李兹罗斯的 来中国呢 进行这个币制改革 改用的法币 就是法定的那个货币 由这个中央州府的银行呢 统一发行啊 就开始流行 全国通行的那种纸币了 这当然比这个硬币要优越的多 一开始真的这个政策很有用 而且呢 打仗啊 确实要用钱嘛 那钱从哪来啊 票子一印 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当时国民党当局啊 采取的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印票子 可是你老这么掏窟窿 怎么受得了啊 到了1935年 到37年的时候啊 这个改革 确实国民党那时候 还真的很实力 起作用 也因为知道啊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呢 这个避之改革 其实也就是备战 但是你不能够一味的靠这个印钞票啊 你从37年打仗到39年 那那物价 蹭蹭蹭蹭的往上涨 结果呢 那就是通货膨胀 导致整个经济崩溃 最后啊 连吃饭都困难 这个当时啊 就是吃的也差 穿的也差 那住的也差 就是比如说吧 就像他们的宿舍 一个茅草棚的宿舍 上下通铺 住的就得有住40个人 就有点类似啊 当时后来他们那个合照 被发到那个 70年代武器干校的时候 那个宿舍了 那个干校的 打仗的时候吧 你生活不安定 有的人的休学 有个别有点钱的呢 就在外边啊 自己租个小房子 还有的呢 根本的就是 在外边啊 开始打零工工作 比如说吧 有的人呢 就在外线啊 教书 到考试的时候呢 才回来 所以啊 这个宿舍里边 经常的住不满 可是呢 也得有个二三十人 特别的急 和照五啊 同宿舍里边 有个同学 就是后来 有名的那个作家 叫汪曾祁 他呢 跟和照五啊 同年 同级 年纪呢 也都差不多 大概也就都 十八九岁吧 嗯 也都是个小青年 可那时候啊 他那头发 留的可长了 穿一件破的 那个蓝布长衫 扣子 只扣两个 塌了着 一双布鞋 还那个后跟啊 都不带提的 经常的啊 说着笑话 抽着烟 反正就是一副 很颓废的那样 哎 你一看 就是那个 中国那个旧知识分子的 那种派头 北大历史系的 那个汪钱 已经是助教了 也是这种的作风 不过啊 再说住的差 哎 苦 他好在啊 他不要钱 这时候上学 吃住都不要钱 每个月呢 学生靠这个 带金吃饭 而且不用还 就贷款啊 但是不用还 这跟今天 完全的不一样 假如那个时候啊 要学费的话 那可能绝大部分学生 都上不了学了 不但他们上不了 就是再大的名人 你也上不了学 包括杨振宁 那时候教授啊 钱太少了 杨振宁的父亲 杨武之 当时是这个 数学系的主任 他一大家子人 饭都不够吃 你说呢 还上什么学 所以啊 当年真的艰苦啊 这在今天难以想象 精神丰富 前面提到过啊 幸福最重要的 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 一是呢 你觉得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 世界都会越来越美好 再一个呢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未来 也会越来越美好 那个时候啊 真的 挺有意思 日本飞机天天天来轰炸 生活又那么艰苦 可是啊 每一个人的士气都没有受到影响 也没有那种失败主义的那种情绪啊 波动的 总是大家都很乐观 天真的呢 也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 而且呢 胜利以后 那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一个民主的 和平的 自由的世界 这就是当时他们那个时代 所有的青年人的 幸福所在了 就是有希望 西南联大的学生啊 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的 寒暑假也回不了家呀 所以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边 而且啊 因为穷嘛 吃喝玩乐的事儿 也没什么可能 只好就是 那就是学习 休息的时候 那也就是在草地上晒晒太阳 聊聊天 昆明那个大西门 那门外边不是有一条叫什么街啊 那街上啊 有几十个茶馆 大家没事呢 也就是到茶馆里边喝碗茶 其实喝什么 真的无所谓 因为很便宜 大概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吧 无非就是茶叶 对了点开水 有的人啊 是真拿本书 就在那用工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跑那去聊天的 海过天空 说什么的都有 就跟人家那个欧洲那个咖啡馆似的 记得有一次啊 那个何赵武就看见他们物理系 有两个才子 那个是比他们高一个班的啊 一个叫杨振明 一个叫黄坤的 就在那儿在那儿高谈阔论 他们的之间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来往的 可是呢 他们这俩人是全校有名的学生 谁都认识他 谁都知道 当时那黄坤呢 就说 爱因斯坦啊 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你看了没有 杨振明说 我看了 黄坤说 你觉得怎么样啊 杨振明把手一摆 一副很不屑的样子 毫无创新 老糊涂了吧他 这可真的是何赵武 轻而轻而听到的 而且啊 印象特别的深 当时他还想着 哎呦 连你轻轻的 怎么能这么狂妄啊 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 还骂得一钱不值 用的这么大不尽的语气 这也太出格了啊 不过 真的 你现在 再一想 年轻人 真的需要这种气魄 你才能够超越前人 正好就像拿这个事件冠军一样了 你下运动场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就是 我一定能超过他 我一定能打赢他 如果你自己一上来 先泄了气了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 我怎么可能打变了这个冠军呢 那你想 这科学 一代一代发展 他怎么往前进呢 一定是后胜于前 是不是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的 所以啊 每个人依赖的这个基础 也不同了 时代也不同了 后代之所以比前面的高明 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前面这些人的肩膀上了 这个牛顿说的 对吧 牛顿花了前半生的功夫得出的他的这个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 可是呢 你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堂课 马上不就明白了吗 但是人家是用了半生啊 可是呢 不可能就因为这个你嘲笑牛顿吧 任何的学术都是应该的 而且必然会后胜于前 尤其是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 他的眼界肯定是要比前人更高 如果只是跟在老师的屁股后边 那就是没出息 你再比如这个他的一个好朋友叫王浩的 他那个王浩啊也是学数学的 后来啊成了世界级的权威了 可是这个王浩啊 他对这个哲学是极为有兴趣的 和赵武啊跟他聊天的时候啊 王浩还算是很谦逊的了 总说不懂不懂不懂 可是有时候啊聊着聊着 他无意之中就会流露出那种 非常狂妄的话 比如有一次吧 俩人就聊到了某某哲学家 当时呢和赵武就说 哎这位哲学家好像在某个方面 或者某个问题啊 没怎么说太清楚 结果这王浩就突然来一句说 哲学总有讲得通的地方 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这位哲学家没那水平 他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 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啊 直接就说的好像是挺不值钱的 何赵武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 就是你要想超越前人 你必须要先看出前人的不足 在昆明的时候啊 他们经常呢会去看看电影 因为那时候啊票价也不贵 一个月呢总着啊也能看上个两三回吧 昆明那七年啊 何赵武大概看了总共大概有200多场电影 当时呢有一家南平电影院是新建的 设备呢也很新 影片呢也都是最新的 记得呀当时是每次电影前呃放电影之前一定要先放一段国歌 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然后大家起立 屏幕上呢也是要这个放这个国父孙中山 呃这个国家主席林森呃 呃蒋委员长反正就把他们的像也放出来 接下来才是让你看正式的电影 电影那时候啊也分好几种 一种呢就是纪录片 比如说龙美尔啊跟这个蒙哥玛丽在北非的沙漠之战 再比如说呃这个四五年的二月的这个亚尔塔会议 片子都是马上就可以供应了 那次啊让他们觉得非常惊讶的就是那个罗斯福的衰老了 那年啊罗斯福其实已经才62岁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啊 其实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候 可是啊你一在那个影片上一看 妈哟摔老的不得了了呀 怎么跟90多岁似的呀 跟之前啊判若两人 果然就是在看了那个片子以后没几天这罗斯福呢就脑溢血死了 另一种呢就是影片就是故事片 很多呢都是描写二战的 像卡桑布兰卡啦 呃混沌兰桥啦 呃那卡桑布兰卡那时候我他叫北非谍影 混沌兰桥呢那个哎那个时候是真大容忍 另外呢就是什么东京上空30秒 总之吧都是世界上最新最新的片子 马上这边也跟着放映 1949年底的时候日本不是偷袭珍珠港吗 第二年春天美国就把这个东京给炸了 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 还有一部电影呢 讲那个二战海战呢 哦后来啊 这个看那个电影了以后啊 何赵武才知道哦感情 那些潜水艇的人是要时常的在这个日光灯下去照的 要补充一些紫外线啊 所以有时候你看电影啊 也能学到很多知识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文艺片的 比如说像这个简爱啊 乱世佳人啊 呃还有些音乐片啊什么的 翠迪春晓斯特劳斯的 哎就是这个翠迪春晓 何赵武看了三遍 有的同学啊 居然看了五六遍 里边有好几个歌啊 大家都会唱 嗯另外还有一个片子叫葡萄春满 讲的呢是舒波特的一生 嗯反正啊 这个那个时候好片子特别多 李根演的那电影和赵武都看了有好几部 当时呢李根啊其实就是一个二流演员 用京剧的这个行话来讲呢就是一个挂二排的 嗯当时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著名演员叫 呃冲林的这个人呢演了好多好多的战争武打片 其中呢有一部就叫绝望的旅程 李根呢在里边呢给他当配奖 据说啊当时这个担任电影片中一名工作的 是一个叫武密老师的 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嗯比如说那个清河伯木 魂归蓝天 这两个词啊都是来自红罗梦 哎所以啊觉得这个传言啊还可能靠点 因为这个特别像那个吴先生的风格 附带说一下就是当时的电影啊没配音 有的同学啊就是为了去学英文 跑到那去看电影 这个何兆武呢他不当时是学历史的吗 可是他也从这个电影里啊 呃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呃生活情况 你比如说奥利威尔呃还有这个呃 特拉法加什么海战啊什么这些的啊 什么绝代艳后这些的 总之这些文娱生活 丰富了他们不少的真实 从1939年到1944年呢 对何兆武来说是最困难的几年 抗战前呢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啊 学校里边一天你还能吃三顿饭 一个月呢也就才花五块多钱 质量呢还相当不错 而且啊还让你敞开了吃 它不限量 38年的时候呢在长沙上学的时候呢 也是五块多钱 呃至少呢还都是细量 可是到39年就不行了 物价飞着 学校里边吃饭啊 虽然说不要钱 可是啊真的特别差 有点像那个后来啊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那种吃不饱的光景 人的胃口啊毕竟有限 这粮食地量就意味着要限制你的口粮了 西南联大的时候呢 虽然啊他没给你定量 可是呢大家呀 呃都过去抢 不一会就没了 你就是越这样越紧张就越抢 所以中国人从骨子里啊 我觉得从血液里边就有一个 抢抢抢抢抢 一直到了1942年 呃 何兆五呢开始到外边去找一些兼职了 这样呢他的生活还稍微的好了一点 到了43年啊 他开始读研究生了以后 他就在中学里边找了一个兼职老师 每月工资呢 已经可以挣到数千块钱了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块吧 总之呢他每顿饭呢都可以自己花钱啊 在中学里边买一点 总算能能呢 吃饱了 好在他是一个人呢 他不用养家糊口 所以生活上还算过得去 昆明那时候啊 中学有好几十个呢 缺老师 所以啊 这些教师几乎都让这个西南联大的学生给包办了 有的那个学生啊 迫于生计 平时啊 还跑到外线去监课去 到了考试才回来 哎你可想而知 那时候年轻人啊 也真是精力充沛 所以啊 这个好多的这个学校啊 他为了这个 省钱啊 就把这工资也压得特别低 加上啊 这西南联大的学生的水平 确实要比当地你招来的那些人呢 水平要高很多 所以啊 学生学校里边也愿意用 这些学生去当老师 记得啊 他有一个同学 就在中学里边教地理 这种课啊 一般大家都不太重视 可是他教的特别的好 还编了好多好多的顺口溜 你一问他班上的初中的那些小学生啊 哎 巴拉圭的首都在哪啊 哎呦 何赵武说这种小国家真的有时候我们都这些都不知道在哪呢 可是那些小孩啊 全都哇啦哇啦的能给你背出来 何赵武现在肯定是背不了了 他只记得啊 有一个学生跟他说 阿比西尼亚 就是咱们现在翻译成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首都在哪啊 这小学生马上就说了 亚迪斯亚贝巴 厉害吧 何赵武他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啊 几乎没有人不出去兼职做中学的教师的 只有这个工学院的那帮学生例外 因为什么呢 他们可以下工厂 修公路 修铁路啊 什么修汽车这些的 哎 人家有技术 除此以外呢 何赵武一想啊 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 包括那个鼎鼎大名的杨振宁 当时杨振宁啊 在这个联大附中里边教书 杨振宁的爱人呢 杜志里就是他那个班上的学生 哎 后来这个出国了 王浩呢 接手到那里边去教 当时啊 你不光是学生兼职 跑到中学去教 连那个西南联大的老师 也跑到中学里边 去兼职去 何赵武在好几个中学都教过书 比如说什么求识中学 武华中学 龙渊中学 呃 什么反正就是教国文 教英文 呃 历史地理 反正他啊 能自己觉得能胜任的 反正在他这个三年的研究生这个期间 他就没间断过 在武华中学的时候呢 他是教中文 那时候啊 朱自清 也在那里边教一个班 而这个何赵武呢 教另外一个班 当然那个人家朱自清的威望 可比何赵武大得多了嘛 哎 本来啊 就就是这个明教授文学家 呃 肯定要比他高明的多嘛 可是啊 何赵武啊 并不觉得有多泄气 文一多先生呢 也在昆明的中学里边去教书 学校当局知道啊 文先生那是有名的诗人啊 所以啊 给他的那工资特别的高 还专门给他了一间房子 你现在看来 你都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在当时啊 当时那种环境条件 那简直是给的这个优惠 待遇太了不起了 就想啊 那个时候真的 特别的注重教育 在恋爱婚姻的题 这个问题上啊 这个老一辈的 和他们当时的那帮年轻人 那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五四的那一帮人 一方面是违心的 你比如说千轩童 他的名字呢 就是 以古玄童之意 就是对古代 根本就是怀疑的 可另一方面呢 他们的旧学根底特别深 其中也包括了那些旧的思想 所以啊 这一帮的老一辈的这个婚姻 大多数都是家庭包办的 后来的呢 那肯定就是讲究 婚姻自由 个性解放啊 对这个 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吗 所以这帮人很多后来都另外在找了别人 其中啊 最典型的那就是胡适了 胡适的家 就是这个婚姻就是家庭包办的 虽然后来呢 也另外外边有了人了 哎 但是呢 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 就始终呢 还保持着和这个江东秀 这个包办婚姻的这个婚姻状况 这就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 你比如这个龚摸若鲁逊 都是这样 就是在外边啊 我又有了新的婚姻了 哎 我原来包办的夫人呢 还在 哎 也算是一个家庭成员 这好像一期多付 后来是 解放以后才解除的 在这之前 都是允许的 哎 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 到了这个何赵五 他们这一代啊 学校里边 本来是 没有什么规定的 就是你学生 是可以结婚的 不过事实上啊 不可能结婚 书还没念完呢 自己生活也不能自立 你怎么能养家糊口啊 是吧 可是呢 你说青年男子 谁个不善钟情呢 妙龄女子 谁个不善怀春呢 这可是人性之中的 这个至神至圣嘛 这个郭摸若 当时溺这个歌德 少年维特之烦恼里边 就在序言里边这么说的嘛 是吧 所以那时候啊 真正闹恋爱的人啊 算少数吧 那结婚就更算是少有了 总以为啊 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 一般呢 都是参加了革命 等到了这个参加了工作 到了25、6岁了 或者啊 好多都甚至到了30多岁 才结婚 而且呢 很少有人在毕业之前 就谈恋爱的 女同学结婚的 那就更少了 因为这一结了婚 可能就 学业就中断了 你就得去做家庭主妇去了 50年代啊 有一本 有一本小说 很流行 叫青春之歌 可是啊 何赵武觉得 这本小说 写的完全不符合 当时的情况 小说里写的啊 129运动 什么写北大的学生 那时候什么 那时候北大学生 才四五十个人 就在马神庙的那个 北大五斋 当时何赵武的两个姐姐 都住在那里 所以啊 何赵武去过 好多好多次 那里边四五十个女生 他至少认识 一半以上吧 可是真的没听说过 谁结婚了 男同学里 也很少有人结婚的 除非啊 是从这个偏远的地区 或者是农村来的 城市里长大的人 都没结婚 可是书里边 写的那个林道静 不再结婚了 还和人家同居 而且后来还换了人 这在当时 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 哪有女同学 随便的跟人同居啊 后来啊 何赵武在联大 见到过 有同学同居的 但那都是因为什么呢 都是东北来的 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吗 国破家亡的 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 自己也没个安身的地方 所以呢 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了下来 可这个在当时真的是很少很少 一般都不这样 有的人写小说啊 总是有意无意的 会把自己的经验呢 写在里边 但是大多数有些的情节啊 你像这个清真之歌 他就觉得 哎 有点太虚假了 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了 下期见不见 下期见